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 今天有沈富雄委员 殷乃金小姐 唐骁龙先生 胡忠勋先生 雷倩委员 郭正亮委员 好那么今天在 大概下午傍晚的时候呢 有一个消息啊 就是台湾列入美国的 免签证的候选国了 免签证候选国 那我认为这个消息是蛮重大的 因为代表 因为AIT的这个 他们也今天在美国 AIT的代理处长 因为处长可能回去 过圣诞节 AIT代理处长叫做 马仪瑞 Eric Madison 下午在美国国家中心召开记者会 他说台湾民众申请 每签的拒签率在过去一年 降到1.9% 被拒绝的 那在美预取纪律的比例更低 所以呢 他说经过过去几年台美的努力 特别是过去一年 台湾采取了很重要的措施 强化安全和出入境系统 包括那个什么 侵犯护照 护照的什么 那种什么条码化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呢 符合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法定要求 那目前是有36个国家的国民到美国旅游 或是从事商务 最多可以停留90天 不需要先申请签证 那我们就说现在签证还要钱 4,340 那现在免签有各种的方便 就是说之前马英九常常讲说 我们有多少国家免签的呢 大部分老百姓是无感 为什么无感呢 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免签 都是旅行社代办 像我们出国对不对 旅行社帮你办 所以你也不需要排队 你最多交点钱就是了 交点钱没什么了不起 我要出国旅游 我还在乎一两千块的签证费吗 美国是不一样的 你要亲自排队 你看那个信一路那个AIT前面 我每次去就绝对是三等公民 折磨 天气热的时候跟不得了 中午高死进去 他把手机什么都 好像犯人一样都要交给他 手机都不能带 你到底搞什么就是这样子 然后门口那些警卫 有的时候还很大声 我常常想我申请每天 我是到你美国去花钱游览 干嘛你把我当成犯人 以为非要到你美国跳船打工 老子不去可以吧 很气啊 真的很气啊 我们先看一段新闻片 再回来评论这事情 美国赛台协会很荣幸宣布 台湾将获提名 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 美国赛台协会代理处长 宣布台湾提名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 成为免签候选国 国人赴美观光 恰功不用签证又迈向一大步 美台双方共同的努力和合作的中国 过去一年当中台湾采取了重要的措施来强化安全 台湾百个免签证国从09年3月取得英国许可 到今年1月欧洲35个国家地区 还有8月份第一个中东地区国家 以色列 2012游望多加一个美国 预期一年有15万台湾旅客受惠 省区4340块台币签证费 但免签什么时候开始 没有确定时间 一切还需要等到美国国土安全部 对台湾做出几项详细评估 台湾必须要达成选项 选项 这些已经结束了 时间是关于结束 对 这些选项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取得 加日美国免签证这项计划的门票 所以期待 我们期待 在明年的下半年内 应该可以完成整个程序 作为美国免签证计划的参与国 选前20几天宣布台湾列入候选国 被质疑有政治考量 AIT驳斥 免签可不牵扯政治 希望赶快通过台美双方互利互惠 专讯文刘家伟 林博宇 S1小组台北报道 好 记者很敏感 是不是美国在帮马英九助选 到底是不是 哪一天你觉得 你跑过外交 我觉得多多少少 美国说不是啊 对 因为就时间点上面来讲 其实我们真的是争取很久了 而且本来这个美处这边 就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处 还有这个马政府这边 也希望它变成是这个建国百年中的一项大礼 那但是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 美国很啰嗦啦 很挑剔 像刚才赵先生说 我们这个安全 结果那个大礼没有拿出免签 就先搞个国父是美国的夏威夷的居民 这个是啊 不会啊 这个是啊 就说的确是因为 国父那时候一直在 他有一些身份上的 还有一些逃亡上面的问题等等 所以他跟欧巴马是校友 是同学 所以夏威夷 前后级啦 对对对 但是夏威夷一个地方 同一个学校 有出现两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 这是一个很稀罕的这个事情嘛 然后所以美国很啰嗦 然后对我们的要求很多 然后像刚才赵先生提到的一些安全的措施 什么我们护照要亲自去办理啊 因为东方人长得都很像 然后这个中华民国的护照 很值钱 我们看老美长得都很像 对啊 他看我们也长得都很像啊 然后这个东方的这个 中华民国的护照很值钱 所以怕什么伪造的啦 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要求很多 然后之前的时候 又因为像这个美牛的事情啊 一些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都成为这个障碍 可是本来想说 在今年能不能够早一点 他可以变成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上面的 百年的一个县礼 结果没有 可是到现在这时间点就更敏感了 就这么靠近选举 我们这边好几位 这个跟国际政治有专场的这个 你怎么看 为什么这个时机只是老美讲只是正常 反正你申请我审核过 还是在实际上有点敏感 台湾也差不多时间该到了啦 就说台湾确实自己也进步蛮多的 那我们当然也有跟他讲说 希望在一百年的时候能够促成这件事嘛 不过我觉得不要太选举话啦 不然美国这么快给林瑞雄 你怎么解释呢 对不对 那也被 因为人家也觉得说 他好像要害马一九啊 不然说林瑞雄一下就要 好吧再来补偿一下子啊 这个太正直话了 太正直话了 那任先生 你怎么看 无论如何总是一件好事嘛 不过我们距离真正可以免签的 还是有一些障碍跟门口 所以他特别讲说 我们现在是纳入这个program 那他虽然没有一个时间的要求 但是他有一些条件的要求 像刚才乃金有特别讲 我们亲办护照的比例 一定要更加的拉高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像您说的 就习惯叫旅行社去代办 因为他在反恐的需要上面呢 是需要你issue 就是发护照的这个国家 确保你发的每一张护照都是真的 然后这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 是可查证的 所以也会对于我们要求 有一些其他的生物辨识的资料 都要放在这些护照里面 这个台湾就是花一点时间 就可以让国人有更大的便利 无论如何嘛 总是一个耶诞节的好礼物 对 不过我的了解说 最重要是放到候选国 你能够放到候选国 基本上大概半年 那好像老美有说 这是美国给台湾最好的 Christmas礼物 圣诞节礼物 那只是耶诞节礼物呢 还是有政治含义呢 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绿营明天可以去国际法庭 按您申告 美国国务院 违反行政综预途 预途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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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欢迎这件事 我认为是这样 这个以前马英九拿着护照 到处跑到处降 那今天这个当然是很大的突破 对执政党是一个好的消息 但是因为选举是剩下22 23天 我觉得当然马英九要好好去宣传这个突破 但是要好好希望哪一个场合讲哪些东西 不要过度 而且不要说20几天只讲这个护照 人家又观感觉上又不好 但是这次打仗 绿营有意识把它打成阶级战争 就说你们出国旅行的就是比较有闲阶级 就是站在马英九身边的 站在我旁边的大概很少出国 美国签证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没有这样讲 不不不 味道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有讲有私人飞机的 但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们到AIT去签的时候 变成三等公喵 排队以后叫你坐那边 又叫你坐来坐去改来改去 其实不止这样 因为你要能够去那边排队的时候 已经完成前面一大段 前面一大段是什么你知道吗 电脑谋式申请 电脑填表 我跟你讲电脑填表 我后来才发觉 你还不能填得太老实 你填得太老实 你都骗他 不是 他下面问题一大堆 你知道吗 下面问题一大堆 还要问说 比如说哪个学校教授 他问你学校校长什么名字 忘掉了 我怎么记得 你那个校长名字你写不来 通通无效 或者叫你重来 所以我重来我就想没有了 这件事情没有了 没有了我就过关了 你知道吗 我把它省掉了 反而没事 那你就没有照实填写这样 没有 那个可以我密着掉 我哪里要报 谁说我要写得那么详细 对不对 但是我强调一点 这是老审是吧 不是不是 这是我 我们都很详细的填写 这是我通知 你什么时候去过美国 几年我还就拼拼掌 我几天就去上市就这样 那个部分是不能乱来 那个部分是不能乱来 但是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在多少地方工作 在哪个地方念多少书 这个人你老实听 你因为念书念太多 学校太多 听不了 但是我觉得美国 缅先生跟其他国家 缅先生不一样 因为即便是绿营认为 他们心目中的选民的那些 比较水平以下的阶级 也要去美国 其他的国家也许没去 他们也都去美国 但是他们去美国 那个电脑填表 不会填 真的不会填 而且要全家上来 要全家上到台北 要花那个费用 现在年轻人都会来 不是 他们现在有代办的团队 而且又要费用 你知道吗 而且全家要在台北驻旅馆 对 要亲自来 对 要说这个 不过说美国 我讲的就有气 本来没有那么麻烦 以前是这样 比如我申请美国签证 五年嘛 B1 B2 五年给你以后 你下一次 你只要把旧的护照 寄回去 或给旅行社 自然就有 他觉得 我已经给你五年了 过去五年 你也没有跳船 也没有在美国违法打工 也没有干坏事 那假定 你这个理论上 你这就是好人了嘛 没有问题嘛 现在不是啦 过去 过去你有五年 有十年 有十五年 你有二十年 四次签证都没有 非要自己来 哎呀 搞死了 然后呢 这个程序之麻烦了 就像刚刚那个老神讲 先要去一个什么店 到网上去 电脑公司 要给他去 填一大堆资料 我填你好紧张 你知道吗 填一堆资料 填了一大堆资料以后呢 然后他再给你一个号码 对 合过了 然后再给你约时间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还要去面试 面谈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新一路 AIT前面的都已经是核准了 然后来面谈 都要排队啊 在那边 然后搞半天 然后还有 还要叫你把以前的护照都带着 有的时候掉了 掉了很严重 掉了啊 前面 没有 我有前十年的 有后五年 中间的五年不见了 哇 这麻烦了 搞死翻箱倒柜 到AIT去也是 你哪去啦 他深恐被人家 偷去 变造 当然他有他的顾 所以我常常讲说 宾拉登 宾拉登这些人 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 你知道吗 他就让美国紧张 然后增加这些到美国去的 手续啊 反恐啊 防毒啊 飞机的检查什么 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 为什么 旅游很正道安全嘛 但是你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 所以他现在如果台湾能够变成 免签六个月以后 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话 我觉得蛮好的 对很多人来讲 省很多很多的麻烦了 这对我们的整个国家形象 包括让政府施政 这三年的台美关系 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但是刚刚主持人说 是不是美国在帮助马政府 其实如果要用另类思考 还记得前不久 当马英九提出 两岸和平协议 这个刘珊珊是被羁押的 有人解读说是美国要教训 这是不同解读啦 有人这样 当然是不同解读 我说各种事情都有不同解读 但我们先放一边 我第一次签证三十多年前 我们都有经验嘛 到AIT 那简直到当铺去 当铺 都进当铺的感觉 还隔个环淡玻璃 很不愉快的 所以现在不一样 那时候还要照X光 有没有肺结核 有没有香港脚 有没有什么一大堆去检查 很多啦 但是我想这个很好 我最近有读 有一位前日本驻台代表 池田伟刚出的 他说日本人 现在做民意调查 全世界两个最亲近的国家 美国跟台湾 这个大家很少记得书记 是日本人 日本的统计 换句话说 其实这几年只要我们维持好的 和平的经济的环境 你看美国日本这些大国 对我们都善意的 这这讯息很重要 你看特别提到以色列 以色列又会反映他 美国国内犹太人的压力 其实海外的台桥压力很重 你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会对你母国有影响 这都有关系的 所以这里面显示 因为台湾你本身的发展 还有债美侨胞的奴隶一起上来的 这一点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不管是哪一档 或大概说整个中华和台湾 都是大大的plus 这样子看 大家应该都欢迎了 事实上你看 虽然我们跟美国没有邦交 但是可能六个月以后 我们就可以免签证了 大陆 中国大陆跟美国有邦交 他的人要去美国多困难啊 你去看在北京要签证 那个多麻烦啊 小龙怎么看 美国现在给免签的国家 一共36个 大部分是西欧 大概将近三十个国家 都是在欧洲 那亚洲现在大概就四个 日本 南韩 新加坡跟文莱 台湾现在排第五 那当然它是第一 如果如果顺利的话 它最少大概会是 第125个免签国 这当然是 从国家的重要性来讲 美国给免签 当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基本上它对台湾 一个可能抵一百个 可以抵一百个 至于刚正量反驳 反驳这个沈富雄的讲法 说明民进党没有说 就是说免签或者出国旅行的人 如何有政党的差别 其实有 因为民进党一直在说 124个免签国家他们是无感的 那加美国会不会有感 会不会有 我想大概就非常的有感 会非常非常的有感 那其他124个国家无感 是说这124个国家 你都没有办法去吗 你都不会去吗 只有美国你会去吗 其实去美国 比去很多国家都还要贵 所以基本上它 它并不在于就是说金钱的问题 不在于你的财力的问题 而在于你的情感的连结的问题 那日本这些国家 它给台湾免签影响大不大 也很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日本 多方便 你在松山机场买个机票 对不对 两个多小时雨天就降落了 真的是跟走厨房一样 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 马英九政府需要去 去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说 你不需要讲话 其实大家心里也晓得 那个意义代表什么 你扩大解读 有时候反而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困扰 那像美国在这时候 给你这个东西 我相信他们一定 就像他们要赶快给林瑞雄 他的就是说 这个身份的这样一个认证一样 就他不希望对台湾的内部 引起太多的选举上面干扰 所以他这时候给你 当然也会有选举上面考量 就给会不会引起这选举的解读 那他已经给了 我觉得他就是他 他不在乎人家去解读什么 那你也就不要做过度的解读 何况我觉得美国给免签 固然在台湾的整个 这个国际活动空间上面来讲 当然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马英九他应该要有一个 要有企图告诉他说 这其实只不过是 我们过去三年多 所达成的国际外交 或者国际政治成就当中来讲 很小的一块而已 就这个比较重要 你去不断的放大这一块 好像反而使得 你之前做了很多的事情 好像变得反而是 唯不足道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那美国在做这些动作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直按部就班 就是当外交部可以 外交部甚至可以很清楚的 预判那个时间点 大概当他经过了哪一些的 哪一些的就审核通过了之后 什么时间美国会把他列入到 把我们列入到 然后什么大概多久的时间 半年之后 会拿到什么 反正美国基本上 他就是照着他的tempo 只要你合乎规定了 那台湾OK 准备 我觉得里面 里面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是 是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们刚刚讲说亚洲的 亚洲国家或者是地区里面 只有四个在美国是免签的 连香港都没有 台湾有 那也就是说他把台湾 仍然是认为说 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说 他在认知台湾这块的时候 他不会特别去强调 那他认为台湾的整个的 整个的涉外事务来讲 跟中国大陆是不需要 摆在一起看的 过去不给台湾 有相当程度上面 是顾虑到大陆 因为两岸之间的往来 非常的频繁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对于去理解 就是说美国在看台湾的 在国际地图当中去理解台湾 以及在整个的 过去马英九三年多的 一个政府的操作上面来讲 我觉得就是 你就自己去想象去感受 就可以了 我相信那味道是非常正面的 我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这个香隆强调说 台湾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使我有一个联想 因为美国签证里头 跟大陆是不一样的 不是 那里头有一个国家 而那个国家里头是写台湾 这个是唯一很少有的 美国在这里无视中共的抗议 就是说你国家叫台湾 那现在不用签了 我不晓得利盈会不会畅然若失 就少了一块可以展现 你是国家主管的台湾 你都会写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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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会写台湾 这没有什么 马英九已经前来 上次辩论还是什么 不是你讲了吗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什么的 不 他是讲说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家园 也是我们国家 其实那个名称 有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用 可以这样用 就一样的意思嘛 我觉得我们当然讲 是比较自私一点 从自己的角度说方便 以后不要去排队 但其实 还省钱 省钱 4000多块 4000多块 其实它最大的意义 不在这里 那是我们个人 最大的意思说 第一个表示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是不错的 第二个呢 台湾的经济的实力 跟我们的国力 是被美国承认的 第三点也是 我们国民的素质也提高了 也不屑到你美国去跳船 你现在怕你跳船啊 去餐厅当 根本谁要去啊 根本不要去了 今天几个人家 还有美国他要流来 很多美国都回来了 美国失业啊 什么一大堆 谁要留在那边 所以这也是表示 我们自己的实力 强起来嘛 所以对台湾人来 也是蛮重要的一步 而且我觉得 台湾人应该觉得蛮自豪的 对 而且其实再也没有 比签证这件事情 更能够张选 一个国家的主权了 你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你才有 这个发签证啊 这样的一个权利 本来他认可 你这个地位 其实这个都是一种 非常暗示性非常高的 一种彼此之间的 一种漠视承认 那而且事实上呢 我觉得像美国这么 对于两岸事务 鲜熟的一个国家 他在对于这个政治 那么敏感的一个区域里面 他在我们的选举前 然后释放这个消息 然后而且是用一种 很正式的这个方式呢 来宣布 我觉得他不可能 没有考虑到说 对于选情上面的 这种加分啊影响 这肯定有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 这位这个 马副代表他在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回答也很快 也没有说 有经过任何的犹豫 或者是说有被吓到 还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都在 他们的盘算里面 而且当然 虽然说这个美国 在很多的外交的行动 跟这个表现上面 他看起来对于 中国大陆的很多事情 他是不在乎的 但是事实上现在的 美中关系 彼此有很大的 转变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 在过去这三年多来 不是因为马政府 在这个两岸的 两岸的政策 还有外交关系上面 有跟这个扁政府时代 有那么大规模的 不一样的战略思维的话 其实我不觉得 但我们前面的 一百二几个国家的 这个免签证 拿不到别提了 我觉得美国这个 也并不容易 也并不容易拿到 这一段时间怎么看 我觉得 我的理解刚好相反 其实美国现在 是要重返太平洋 我们也看到 他事实上 在布一个第二防线 要围堵中国 所以我是觉得 他这个 你如果要讲政治意涵 我倒不觉得说 他要帮谁助选 而是说 他要把台湾稍微拉一下 就你台湾好歹 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你要平衡 但他给你一个利益 就是说 你是跟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你们是同一线 跳过香港 因为香港他基本上知道 中国可以完全控制 如果说台湾未来 因为两岸交流失控 比如说入境管理 或者大陆的偷渡 越来越多 这个美国就会开始紧张 所以其实台湾也要珍惜 目前的待遇 对吧 不过从这个角度看 搞不好台湾在美中之间 搞不好 就这一点 我就回应郭正亮的讲法 因为蔡英文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马英九因为过度轻忠 所以引起老美那边部分的官员 学者的反感 所以刚刚这不好 这罵的不可以参加 现在他又讲说 也许要把你拉一下 那就表示 马英九如果有轻忠的话 轻忠的恰到好处 你轻一下我拉你一下 你不是两逢其美吗 但是我现在感到兴趣的时候 我明天要看自由时报 把这个消息登在哪一版 你觉得呢 你就会第一版还是第二版还是第三版 省委员 省委员 你如果有完脸书 这个叫做戳一下 意思很复杂 不管还登在第几版 就是台湾有的时候 你看处在这个中美两大之间 有时候难为小 有的时候也可以巧妙的运用 搞不好都得到一些 对台湾有利的一些好处吧 休息一下再回来